Blyping26日上午在达拉斯进行Bornping世界巡回演唱会 全们用了几个小时的全力表演 给观众带来了非常高品质的表演 最让粉丝们驻足的是Blyping成员带来的极致能量 成员们都非常仔细地准备了他们的团体和独奏表演 然而在演唱会期间 空座的画面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在Lisa的FUNCOM视频中 引起观众注意的是一排排空荡荡的座位 很多人的疑问是 为什么像Blyping这样的偶像组合演唱会都不能坐满呢 事实是Blyping演唱会不缺观众 也不存在观众先离开的情况 由于结构的原因 这些座位靠近屏幕 所以什么都看不到 在每场演唱会中 这些座位几乎都是空的 以确保所有观众都能跟随舞台 而且这场演唱会的门票早已受庆 Blyping在演唱会的空位的真相 让粉丝们感到暖心 爱的寒舍 美儿姐说最新寒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 敬唱尔 敬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